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星期五我们看一些图 耶稣荣进耶路撒冷 这里大概是那个三元祈祷堂 现在我们去三元祈祷堂在这里 耶稣荣进耶路撒冷 以后他在这边祈祷 祈祷完以后他走的路线 应该是可德伦谷 从这边过去以后上去 到这里有一个大司机的家 现在叫做吉敏堂在这里 以后耶稣在这里坐牢一个晚上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坐牢 晚上在这边受审判 受犹太领袖的审判 一大早礼拜五的时候 一大早六点钟把耶稣带走到这里 这里是黑洛的城堡 比拉多他从凯撒冷 那个海边的马里提马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的士兵们在这里 在这里他们会每三小时上来看圣殿 这个叫做安东尼亚堡 安东尼亚堡在这里 他们从这边上看下面的 有没有暴动 如果有什么暴动 他们可以派兵下去 那比拉多他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住这里是黑洛的城堡 所以呢 耶稣应该是在这里受审判 受审判以后呢 从这里走过去 这里就是现在的圣母 就是戈尔戈达在这里 我们看这里的这个的墙壁 城墙是后来家的 后来的原来的城墙是在这里 所以戈尔戈达刚好就是在城墙的外面 有很多很多的基督教说 因为他们是以现在的城墙 他们说这个你们看你们所谓的圣母 耶稣的那个哥哥的是在城墙里面 但是那时候这个是在城墙外面 好 耶稣三人祈祷 从上面走下来 科德隆湖走下去 以后从下面走上来 刚才我们看到到了大司机的家 基敏堂 基敏堂 那我们走过这个 慧荣 你在这边 所以我们就走这个上去 诶 这个是谁啊 看得出来 我们就走过 那时候这里还是公开的 我们可以走 我们可以走 那个张老师 我们走 这里我们走过 2006的时候 我们走上去 现在我们去的时候 在那边已经围起来了 不允许人进去 因为人一直在那边走 会迫害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上去 有的我们的一边走 以后都归下走上去 因为这个耶稣走过的路 这个是我们上去 这个耶稣被捕 从各自帮人员被捕的时候 就把他拉上去 就这条路 可能就看下去了 这个是科德隆古的下面 这条路 这个是机灵堂 好 在机灵堂里面 有一个机台 我们从机台上面 上面是机台是圆形的 圆形的 用玻璃做的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机台下面有一个洞 有一个洞 就是下面是监狱 大司机下面是 大司机的家 下面是监狱 那这里是有特别的 有一个洞 只有一个大囚犯 丢他到洞里面 他承动人群来反对什么 反对罗马 所以这个人已经要把他放下去 免得可能半夜 会被其他的人把他带走 所以耶稣那时候 一个晚上坐牢在这里 从这个的洞掉下去 这个是后来挖出来的 我们走下去的时候 可以看 这个洞在下面 这个就是那里面的那个洞 耶稣就在下面 我们看上去 看上去大概有三米高的 没办法爬上去 因为他的样子是往内 往内这样的 没办法爬上去 晚上 这个里面是很暗 对不起 你们没关系 你们笑 没关系 对 晚上里面很暗 我们想想 现在有很多很多人是坐牢 耶稣也分享过他们的经验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难民 圣家也分享过他们的经验 我们有很多很多人 受痛苦 受非常非常深的寂寞 耶稣分享过他们 我们的寂寞 好 以后呢 从刚才呢 那个大司机的家 来到黑洞的城堡 刚才的黑洞的城堡 好 这个黑洞的大城堡 但是呢 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 OK 我们继续 这里 从黑洞的城堡 带到哪里 格尔格达 这个是格尔格达 耶稣被钉的十字架 就是在这里 在这里 里面有一个洞 在旁边 有这个圣母 对 这个是在格尔格达 这场上 耶稣被钉的那个十字架 下面可以看到 本来是一座山 但是他们该那个教堂的时候 把这个上面 瓶了 瓶了 但是他们保留 这个原来的 那个图 那个石头 OK 这个耶稣的坟墓 耶稣的坟墓 我爬上去 从上面爬下去 那这里是耶稣的 尸体被安放的 那个坟墓里面 好 这个是基督教 基督教说 格尔格达 应该是在这里 应该在城墙之外 但是呢 他们不知道 是这个城墙 是现在的城墙 是后来后来 改的 他们自己的 耶稣的坟墓 这个 我们走 好 在星期五 带到黑洛的城堡 以后三个小时 从六点钟到九点钟 发生在哪里 在黑洛的城堡 黑洛的城堡 以后从九点钟到十二点钟 耶稣带到哥哥的 三个小时已经 从九点钟到十二点钟 耶稣已经被定在十字架上了 从早上九点钟到十二点钟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了 以后从十二点钟到三点钟 耶稣还是已经在十字架上 但是从那时候正中午到三点钟 一片黑暗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一片黑暗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伸手 这个怎么说 禅开被定在十字架上的 有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三点钟 到三点钟也是死亡 以后六点钟 耶稣的尸体被暗藏 所以接下来以后暗藏 好我们看 第六点钟到九点钟 所发生的什么事情 刚才田一亮 刚才我们是听到的 田一亮他们把这个带到比拉多 比拉多住哪里 是黑洛德的王宫 黑洛德的王宫 那圣经里面也提到这个的王宫 就是在第十五章十六节 宫殿的院子里 他在里面就提到的是宫殿的院子里 这个宫殿是什么 就只是一个王宫 所以耶稣说圣话是在哪里 现在我们现在呢 我们说要去拜苦路 我们现在走的是我们说 这个是传统的苦路的路线 但是真正的路线 刚才我所看到的 从各自曼的园 下去到各的隆古 上去到那个大师弟的家 到黑洛德 黑洛德下去 上去到那个格尔格达 比拉多问耶稣 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 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 这个的这个的文号是 好像是一个一个 就是一个侮辱耶稣的 你看你是犹太人的农民 被扁打的 你的身体充满着血迹 被捆绑起来 无能为力 站在我面前 你是犹太人的国王吗 是一个侮辱 一个侮辱的一个问法 那耶稣回答的是 你说的事 你说的事 当时他说了 你说的事到最后 他不再说什么话了 他只说了你说的事 以后他就保持沉默 保持沉默 沉默沉默到什么时候 到最后耶稣也想讲了一句话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话 那这个是最后 马尔古说 他呼喊 以后呢 断气 他呼喊了 呼喊了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以为什么 拾弃了我 所以他被审判的时候 在被审判的 他回答了一个一次 这是马尔古 我们讲成马尔古福音 回答了一次 你说的是 以后保持沉默 到最后再一次的 在十字架上面 好 所以在这里 他就保持这个的沉默 到最后 就在十字架上面 以后 毕拉多在那边 带耶稣被 那个喜怒以后 被鞭打了以后呢 带耶稣 带耶稣到那个群众面前 就说你们要选择是谁 把喇叭或是耶稣 很奇怪 很奇怪 群众 他们选择是什么 是谁 把喇叭 选择是把喇叭 但是把喇叭是什么人 把喇叭是一个罪犯 这个罪犯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反对罗马 他反对罗马 应该他这个人是被处死的 但是很奇怪 是他们选择是耶稣 选择是耶稣 但是耶稣也做过 什么反对罗马的行为吗 什么事情也没有 但是这个是一个仇恨 你仇恨里面已经很久了 你会找任何的理由 一定要把你说仇恨的这个人要除掉 所以巴拉巴是暴动 在暴动的时候 巴拉巴曾经谋杀犯 谋杀罪 彼得问他们 你们要释放谁 他们就要的是释放巴拉巴 所以看到这里 一个是暴力 用暴力的 他们两个人是一样 他们是革命家 巴拉巴跟耶稣一样 当时巴拉巴用的方式是什么 暴力 当时耶稣所提倡的是非暴力 当时民众选择是什么 暴力 民众选择暴力 他们选择巴拉巴的时候 这个就是选择什么方式 来面对罗马 到最后 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用暴力来面对罗马 以后到最后 耶路撒冷 整个的圣殿 也被毁灭掉 所以他们耶稣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 按照他们的那个习惯要背的就是这个 衡量 就是背着这样的走 利的是已经在那边已经做好的 利的是在那边 这个的习惯是在罗马的殖民地 很多很多地方他们就这样做 利的放在那边 这个是要让人知道 让人看到 看到这个的时候是一个危险 如果你们反对罗马 你们的命就是这个 看到这个的柱子 被挂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他们就 耶稣背着这个 上去 在路上 他们勉强 地利那里人的 希满 希满 背耶稣的死下 这个不是因为 他们看到耶稣 不是因为怜悯 怜悯的动机 这些士兵们 对耶稣的怜悯 不 看到耶稣 你不可以在路上死 你不可以在路上死 因为你的惩罚还有我们更想要看到的 就是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你不可以在路上死 勉强那个希满 来帮助耶稣背起十字架 那我们 如果我们参加那个圣上堂的那个哭鲁 里面的哭鲁本 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们有没有做过希满 来帮助耶稣背起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 但是十字架可能 耶稣可能是出现在我们每天 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有没有愿意帮忙 好 第九到十二点 第九九点钟到十二点 这个发生什么 耶稣已经被挂着十字架上了 马尔古他用的就是这一句话 他们就将他定在十字架 就用一句话而已 一句话 但是这个 这个断断的一句话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 耶稣已经从九点钟 已经在十字架上面 从九点钟一直到三点死亡的时候 以后死亡后他还是在十字架上面 到了傍晚的时候才写下来 所以从九点如果我们算的话呢 耶稣从九点钟到三点钟六个小时 以后再到六点钟九个小时 耶稣九个小时在十字架上面 哎哟九个小时耶 这个可能我们的骨头跟这个可以脱落掉了 好 这个是十字架刚才跟大家讲的 所以 这个是罗马人他们的那个 恐吓的一个方法 他们所带来的罗马人 所带来的是和平 罗马和平 罗马和平 但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标 他们的愿景 罗马和平 他们是用暴力的方式 所以用十字架的判刑 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公开的事情的 那这个是为了群众 这个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 那耶稣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按照他们的习惯 如果一个囚犯用这样的方式 受死刑的话 他的尸体不可以接受一个正常的 按照他们的习惯来买仗 他们的尸体 这个人的被处死刑的 以事要处死刑的 他们的尸体就是要丢在路上 或是在哪里 天空的肥鸟或是野兽 可以把他们的尸体带走 可以吃了 可以吃掉 就是不要买仗 这个是我们看到跟他们的那个习俗 要买仗尸体是他们的责任 连他们的在打仗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队人 什么敌人 被杀的敌人 一定要给他们的尸体买仗的 这个是他们的法律的要求 但是在这里 罗马人 罗马人把这个 你死了 你的尸体不被买仗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侮辱 很大的侮辱 但是耶稣的那时候 耶稣死了不一样 耶稣的身体是正常的被买仗 原因是什么 要过节 因为要过节 那这个的过节 是一个神圣的一个节庆 神圣的一个节日 如果一个尸体被放置在那边 以后被禽兽 吃了 把这个尸体带着一口 整个的耶路撒冷可能会受什么 受污染了 不解了 不解了 所以被了避免这个 好 你的尸体 耶稣的尸体 一定要去买仗 要买仗 所以黑洛的毕拉多 就允许 洛舍阿里玛特亚 把耶稣的尸体去安葬 好 这个是最大的侮辱 好 我们继续 最重要的牌 犹太人的君王 我们看到这个上面都是 INRI 我们就说这个是 真的是耶稣 就是犹太人的君王 耶稣是我们的君王 但是那时候 毕拉多把这个最重要牌放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 这个是非常非常深的侮辱 一个非常深的侮辱 这个的侮辱 我们看到了 耶稣 那个毕拉多说 我已经写了 就是这样子写的 你们不用改了 你们不用改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 哦 他做好事 其实他背后真的是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方式 非常深的侮辱 他侮辱的是谁 一方面侮辱耶稣基督 另外一个侮辱那空告耶稣的 要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的 那侮辱的是什么 请一看 被罗马所处使的那一位 就是你们的国王 就是你们的国王 侮辱犹太人 但早期的基督徒 他们把这个的那个 那个 那个最重要牌 真的是他们所看到的 耶稣真正的身份 他就是真正的天主子 真正的国王 好 耶稣 我们看到耶稣被定在那个囚犯的中间 那这个囚犯的中间 我们就知道这个的强盗囚犯 他们是反对罗马的 他们本来应该的 我们看到两个人 一个侮辱耶稣 但是另外一个就说 我们是被定在十字架上 是我们应该受的 但是他是无辜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 一个控告 说耶稣是反对罗马的 他是反对罗马的 还是办 这个应该是写错了 所以一般的 我们说一般的那个囚犯 不是反对罗马的囚犯 不需要被定在十字架上 只有大囚犯是被定在十字架上的 好 到了三点钟 三点钟 三点钟 发生了什么事情 整个的宇宙是一片黑暗 一片黑暗 所以刚才我讲的 我说这个耶稣的最深的 的孤独 一是天 就是晚上被抓的时候 丢在那个坑里面 这个是非常非常孤独的意思 但是这个还好 可能耶稣还没有 可以在那边祈祷了 可以求 可以呼喊阿爸父啊 但是到了十字架上的时候 这个是最深最深的痛苦 最深的寂寞 这个的寂寞是我用我自己的话 非常非常深的孤独 这个的孤独 刚才我们就看到了 门徒们跑的光光 离开他了 有一首歌 最爱 最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我每次我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想起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为你们付出了这么多 你们被感动过吗 在最需要你们的时候 你们跑的光光 所以我唱这个的时候 我就想到 耶稣在十字架上 门徒们就是这样的 在他最需要门徒们的安慰 站在那边看着他 给他一个力量的时候 门徒们跑的光光 离开他往上看 他前一天所称呼的阿爸父啊 也不见了 他还在那边呼喊 天主啊 天主你为什么拾起了我 往上看 天主不见 往下看 他的朋友们 通通跑的光光 整个的宇宙三个小时变成黑暗 连这个的宇宙也拒绝他 那这个的寂寞 非常这个的孤独感 非常非常的深 被遗弃 被抛弃的 所以我说 那个耶稣 分享我们的孤独 分享我们的寂寞 如果我们就说 我是 我什么都没有 我是孤独什么的 耶稣 站在你身边 因为他最了解 遍地黑暗 到九时辰 从三点钟 从 应该是中午 从十二点钟到三点钟 是黑暗 好 我们说这个的黑暗 它的范围是多大 刚才我们就看到的是 遍地黑暗 那这个的遍地黑暗 是 是整个的中东吗 是 整个的以色列吗 或是只有 耶路撒冷地区 或是整个的宇宙 那我们说 如果 那时候 真的是有这么长的 三个小时 白天 是大白天 就变成黑暗 是从十二点 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 日式 应该是日式 但是日式 不是有这么长的时间吗 我们的宇宙一直在转的很快 变成这样的转的 应该是可以最多的 可以几秒钟 几分钟 十分钟 大概十分钟 十五分钟 但是三个小时 有 我们说这个是日式吗 应该不会 好 那时候真的是 真的是有这样的变成黑暗吗 是历史事件吗 如果真的是历史事件 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历史学家 把它记起来 所以我们肯定 这个应该不是历史性的 不是历史事件 那如果它不是历史事件 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了解呢 它应该是一个象征性的 宗教的象征 象征性的 那这个象征是什么 黑暗 一个象征 我们从上面的宗教的象征 古时天空的迹象 伴随着地球上 重要的意义的时间 比如说火星 象征什么 开撒死亡 这个火星 那黑暗也是在许多文化里 黑暗典型的象征 痛苦 悲痛 神畔 所以我们就想象 那时候耶稣 从这个这么大的 这个痛苦的时候 他们 就是按照他们的那个 马骨背后的这个文化 这个是黑暗 黑暗的时辰 黑暗的时候 所以这个的黑暗 在那个出古级里面 出古级里面 我们看到黑暗 将到埃及国三天之久 三天之久 那这个的三天 为什么是黑暗 这个是一个审判 埃及人受审判 因为他们要获得犹太人 好 在先知书里面 也看到这个的黑暗 象征天主的审判 耶利米亚 约额尔 舒弗尼亚 也讲到这个黑暗 与审判 连结起来 连结起来 亚马斯也是一样 所以 在圣经的 这个传统里面 也提到这个的黑暗 就是宗教性的 象征性的意义 所以能把这个的 刚才我们说 看到的这些的背景 拿出来 为了了解 耶稣在世界上面的 有三个小时之久的 这个的黑暗 整个的宇宙 就是告诉我们 整个的宇宙 一起 为所发生的 这个的痛苦 一起爱掉 爱掉什么 天主子 被人 所处死 所以这个 就是黑暗 好 三点钟到六点钟 耶稣已经死了 他刚才又 在这里 到了三点钟 下午 耶稣大喊一声 就断了气 他大喊 大喊 这个他喊的是什么 就是在这里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为什么 拾起了我 大喊一声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为什么你拾起了我 以后呢 断了气 好像在悲痛 悲剧当中 就 就 走了 后面 有两件事 耶稣死亡的 那一个 那时候 有两件事 圣殿的 张曼 撕裂 一样 这个 这个圣殿的 圣殿的 张曼 撕裂 是 历史性的吗 应该 我们应该说 跟黑暗的一样 应该是 有象征性的 那张曼 张曼的 作用是什么 为了分开 自身绳索 跟一般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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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空地 空间 要分开 那自身绳索 一年当中 只有一次 赎罪记 的时候 那个 实际上 他们抽签 抽签以后呢 他们可以进入 到里面 去上巷 那我们就知道 那个 扎扎利亚 他就是在那时候 出罪记的时候 他就进去 出罪记 进去 所以 一年当中 只有一个人 可以进去 中间 一半的空间 跟自身绳索里面 有一个张曼 就是说 当初了 人可以来接近 也是接近天主 当初 人来接近天主 但是当耶稣失望的时候 把这个的张曼 撕裂了 也是说 每一个人随时 可以来到天主面前 耶稣的死亡 打开一个通路 让每一个人随时 可以来到天主面前 我们不需要一个代表 不需要一个大事迹 一年当中 只有一次 上圣殿 自身绳索里面 每一个人 都可以随时 可以进入 与天主 来往 好 在这里 圣殿 这个刚才已经讲了 好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事件 就是士兵 士兵在一个白夫长 白夫长看到了 这事情所发生的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的什么 这人真是天主子 这人真是天主子 我们看到 这个是白夫长 罗马人的军人 一个领袖 白夫长也是什么 他在下面 有一百个罗马军人 他管理 以后他就是一个代表 他有权 他代表什么 代表罗马 罗马这个的实力 那罗马 他们一直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来寻导罗马的神学 罗马神学概念 罗马神学的宗教 罗马的宗教概念是什么 凯撒天主子 凯撒是天主子 但是到了这里的时候 这个罗马的灵袖 站在耶稣下面 他宣示一件事 这个人是天主子 当他说这个人是天主子的时候 他背后还有另外一句话 在罗马的凯撒 他不是天主子 他不是神的儿子 这个是神的儿子 三个礼拜 三三个礼拜 我们已经看过了 所以当这个白副长 他站在耶稣下面 耶稣神教下面 看到耶稣死亡 这些的所发生的 他宣示 宣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 这个人是天主子 所以在马尔古里面 可以说 他是第一个人 承认耶稣为天主子 他第一个人 承认耶稣 是一个卫邦人 承认他为天主子 好 这个是在这里 在罗马的这个皇帝 他不再是神的儿子了 耶稣才是真正的天主子 白副长 甘汉宗 从他说话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罗马帝国 已经自己行了 他们自己做见证 杀死耶稣 就是他们 他们已经把天主子 天主的儿子杀了 好 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 应该是还有 下面还有其他的资料 但是我想 我想这个还是一个很重要 妇女们 他们看不掉 妇女们他们见证 所有的那个事情的发生 耶稣被去世纪 妇女们一直跟随着 耶稣死在世纪上 妇女们也在那边看 耶稣被卸下来 被买账 罗斯尔阿里玛特亚 把耶稣尸体买账的时候 妇女们看 这个是一个军备 军备什么的 准备明天隔一天 所发生的事情 妇女们 他们应该看到了 耶稣的尸体是放在哪里 隔天一大早 他们直接 应该是上天之后 一大早 他们直接跑到那边 因为在那时候 有很多 这个是坟墓 很多很多的坟墓在那边 但是他们直接跑到那边 因为他们已经目睹 他们看到 所以在这里 这些的妇女们 是办得非常重要的交涉 在耶稣被暗藏的那一天 星期五 是办得非常重要 他们把耶稣死亡 被暗藏 跟上天之后 耶稣复活 连接起来 这些妇女们 跟这些 这个 马尔谷提起 提起这个妇女们 也是告诉我们 这些男子在哪里 为什么没有说 男子在哪里 因为男子都跑得逛逛 我们就知道 这些的男性 都跑得逛逛 耶稣的门徒们 也是一样 早就已经 马尔谷告诉我们的 门徒们 逃离了耶稣 好 我想我们就 就 星期五就到这里 今天我们看到 星期四跟星期五 其实我们可以讲的更多 但是因为我们的世界 这样的 我们就好像是在 跟世界人采放 好 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